準備囉 預備 一二三拿來拋 當大家為了馬拉松奮戰時 凱安和小雨正奔向愛情長跑的終點 因為熱愛運動 他們選擇在路跑活動 棒球場拍攝婚纱照 讓生活的點點滴滴 成為永恆的回憶 我希望以後我們就是還就是 想到的時候 希望把這個婚紗照打開來 那打開來的時候 我能夠看到的是就是 我們之間的故事這樣子 未來會有慾望去看她 而不是說為了結婚 而拍一本婚紗這樣 二十一世紀的新人拍婚紗 選擇變多 自主性提高 不少人像凱安和小雨一樣 希望日後翻開相本 看見的是值得彼此回憶的故事 也有人藉著這一生一次的難得機會 穿上華麗的禮服 實現王子公主的願望 不過回首半個世紀以前 當時的新人結婚 不用說是選擇 能夠拍張照片留念 就已經彌足珍貴 也沒有起家 可是大家已經很快樂了 可以看婚紗穿起來的話 那時候真的很苦 所以那時候能夠結婚 能夠逃到那個時候很漂亮 現在雖然是老了 那時候還滿漂亮的 所以心裡也是很滿足了 結離超過五十歲的 朱爺爺 朱奶奶 一起當年的黑白歲月 苦澀中帶有深邃甜蜜的情感 後來科技進步 朱爺爺也把這份情感 一點一滴的用色彩填滿 朱爺爺盼望的彩色 在他婚後十多年終於開始普及 那時光復後出生的孩子 逐漸成家立業 家在兩個世代的過渡時期 婚紗照有了黑白跟彩色 不同的選擇 在那經濟起飛的年代 小兩口結婚 到相館拍幾張照片留作紀念 成了普遍的儀式 結婚就是說 談戀愛到某一個程度 就說必須兩個人共組一個家庭 所以就覺得說很自然嘛 就說結婚應該拍個照片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對婚禮產生一種夢幻 或說未來的一些憧憬 好像什麼都沒有 就覺得好像 重新開始就是一個 嶄新的日子要過 現在拿出來看好像沒有什麼 不會是感覺到什麼 只是說 女兒結婚跟現在結婚的照片 是不一樣的 以前比較死板的 不會像現在比較花俏這樣 對婚禮產生一種 時光流轉 每一個世代對於結婚照 刻畫出的幸福 有著不同的詮釋 老一輩的人 嚴格遵守婚姻的盟約 努力地用婚後的每一個日子 會看似不完美的黑白照 增添豐富的色彩 現代的新人 在婚紗照中 滿足了各種對愛情的憧憬 更需要用心維繫婚姻 讓一張張的彩色照 歷久彌新 中央社記者張智燕 張昕渝 台北採訪報導